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我們手機如何做到融合 這邊呢其實這個就是雙鏡頭開啟跟關閉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現在啟動的是在手動模式 所以任何的參數我們都可以自行的調整 那在這個時候呢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的ISO 在這個時候呢它的ISO只能做到了12800 但是接下來當我啟動雙鏡頭的時候 當我啟動雙鏡頭的時候你會發現它的ISO可以做到了51200 就表示說這時候黑白跟彩色的感光元件同時在做運作 那這兩顆感光元件在拍照的時候呢 就是把黑色的感光元件它去記錄 背色物跟環境的對比啦光線啦以及細節 就像我們人在素描一樣先把這些外部的部分輪廓勾勒出來之後 接下來彩色的部分它再把顏色貼上去 形成一張漂亮的照片 可是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很難的一個技術就是 當我們進到錄影的時候 錄影呢這邊有個AUTO 表示說它的雙鏡頭現在是開啟的 那我們可以當然我們可以選擇把它關掉 當你啟動它的時候呢你會發現 可能看不出差異 但是我現在要表演一個東西就是當我蓋起來的時候 它出現了超高感光度 本來是看不到東西現在可以看到我手掌的肉 我其實都沒有露光 對好那在這邊呢其實我要說的是 剛才的照片是一張對一張 但是當你進到錄影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秒要處理30張照片的融合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目前只有Sony Mobile的Xperia XZ2 它可以做到這麼即時的融合 因為搭載了我們AUTO的即時影像融合出的景點 所以它錄影的時候也是彩色鏡頭跟黑白鏡頭同時在拍照 對在錄影的意思 對當偵測到光線不夠的時候 它就會啟動了融合這樣子的情緒 好謝謝